大家好 我这一颗无瓦果开始长小果子了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无瓦果 我们一定要注意养护方法 尤其是给它补充养分 一定要用对 因为无瓦果跟其他果树不一样 它需要的钙元素会相对高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适当的补充一些高钙肥 比如说像这种脱脂的骨粉 因为这种骨粉 它不但钙元素含量丰富 而且它的零元素含量也比较高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埋肥的方法来给它补肥 直接用上一两勺 埋到这个盆土的边缘 这样就可以了 经过在土壤里面二次分解 它就可以给无瓦果大量的补充钙元素 还有零元素 因为零元素又可以注尽它花芽分化 让它更加容易长果出来 钙元素充足又可以满足无瓦果的生长需求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补肥不正确的话 不但会影响到它正常的生长 而且会影响到它挂果的数量 挂果的品质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另外我们给它浇水 要保证土壤属于一种微潮的状态 才有利于它吸收营养 一定要同时要给它多晒太阳 好了 这就是无瓦果 开始挂果之后 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